限止西万路二段的明园山庄后方紧临陡峭的山坡地 几次台风豪雨都出现了摊坊 去年虽然说有会刊 不过后续都没有施作强化巩固工程 结果之前下大雨大片土石都摊坊滑落下来 附近住户都很担心会继续恶化 30号接点早上 市议员周亚林服务处再度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来到现场会刊 要求要先挂网因应 再接着由水保局继续进行巩固强化工程 西万路二段明园山庄后方的山坡地 在上个月中连续几天的暴雨后 大片土石滚落下来 只是上次会刊还没决定怎么做 最近下雨又一批土石滚落下来 只见水泥墙边都是崩落的土石 再加上进入雨季让住户相当害怕 对 现在是雨季 然后我们一直很担心说 它会不会再继续崩落 那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常常是 觉得是说这个山壁靠得这么近 那我们真的是觉得这个也蛮危险的 那其实以前还没有这么感觉 没有感觉说它很有危险 那这一次崩落下来 我们真的感觉 这个真的是有点太危险了 那到时候他们来看一下 看看要怎么一个一批的处理 当然是路面是一定要整理 最重点是上面的黄坡 这个要给它处理好 才是对我们住家有一个 生命财产的保障 但是各单位认为说还很稳定 所以就不建议处理 但是今年就现在就整个坍塌 那这个方面的问题整个浮现出来 那这个坍塌呢 不只是坍塌的问题 这已经现场可以看到 已经扩大了 因为整个坡度很陡 几乎呈现90度 所以几乎只要下雨 树木都会伴随着土石滑落 去年会刊之后 只是将上头大树做了修整 效果根本不大 所以上个月的大雨就再度摊放 所以30号的下雨 议员抓领服务处就再度邀请 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要求不要再拖下去 以免住户们住得胆战心惊 公所先来做安全措施 第二个我们要等水保局编预算 整个再来施作 那我们也强调 也要求水保局的预算 要编比较充裕一点 我们今天如果再做 我们要做一劳永逸 整个基础 整个山坡都要巩固 因为这阵子雨还在下 临行落实不断 所以也要求公所先挂网 做临时措施 后续请水保局尽快的边境费 针对这片山坡地进行巩固工程 让居民住得安心 就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